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里半 五百六十二块钱 干啥呀 每天看着钱那不是最过瘾的 已经很不错了 别看了咱转行吧 已经很不错了 刚开始干什么没这些呢 好多事情不是说你任劳人院 埋头鼓伴就行 还得需要智商 五百六章需要我一百八十块钱 来说十百 十百八 多钱 他叫冬子 在两年以前他还是一家 广告公司的设计总监 如今做起了快餐生意 我已经三十岁了 不可能我再给别人打工 我不可能我就把我的青春 永远耗在把工这个 这几年或十多年 两年前 冬子帮邻居从四楼翻阳台 取钥匙时 阳台突然整个塌了下去 冬子从四楼摔了下 在医院 他的背部被嵌入了钢钉 整整住了半年 出院后发现他的职位 已经不存在 于是冬子开始送外卖 他发现外卖也很赚钱 就设计出漂亮的宣传产业 开始自己的小生意了 今天点菜单没有了 然后送餐的勺子勺都没有了 今天再买点配菜 在香港请看 有便宜点的吗 好于 好于什么 cù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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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您好 没没没呢 来了 八份是吧 喂 您好 咖喱牛肉 不然这肉红了 帮我看着点啊 它拌不过来呢 你去看牛肉呢 那一个我们走 快点啊 这差一份了 还不回来 由于人手不够 冬子失去了一些客户 现在每天还能有三十多盒 是老客户的 剩下的全指望早上工人们 发传单找来的 好了 吃饭来 这一会儿来收拾 吃饭同志们 哎 李哥 跟你说点事 那个明天我就不过了 不干了 没事 做啥呢 嗯 钱太少 天那么热 看看买点什么东西 都挺 花钱也挺多的 完了那个以前的工资 你不能扫我 你看吃完饭一会儿 就把钱结了 钱没问题 跟他们想做朋友太难 永远你都应该记住你是老板 你就是老板 不管你是大老板 小老板 生意不太好 还得再交一年的房租 冬子决定卖掉开了半年的面包车 如果钱足的话 真不舍得卖它 这是冬子来了北京 买的第一辆车 最后还是以25000元卖掉了 砍的25000元 真有点 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知道吗 那这么多 过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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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